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 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 描迪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此功德皆回乡 愿此功德皆回乡 那么维古先知王产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六至十一届贤士同修 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以风水的妙华 而本维新圣教的教义是立以它为主軸 所以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中华文化道童 从三祖以来到现在来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妙华是普立人天 最近以来本维新圣教 维新道章有十套 每一套有15615圈 分布在台湾构地 构分之道堂 安正守护台湾平安 王山老祖导教此行 传了无量寿的妙华 我们这一生有幸 正逢当下的寿司 所以中华文化道童悠悠岁月七千年 祖多留番 还年祖孙一万三大千 古来圣人传妙华 我们都是古至今用 所以我中华文化道童的真实意 太妙了 一天也讲不完 所以讲到现在33年 那今天这一节 要来为各位讲解 维新圣教维新道章 妙华立人天 妙华满天下 话说从前到现在来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 这是个漏斗形的 这是中华 这是中华 这是中华天 天上 这是人间 那鬼谷文化 那鬼谷文化 已经 我们天上的文化 天上的语言智慧 满虚空的 那么 传到现在来 满人间 那么多那么多的众生 所以最近以来 我一直把他归类 归纳 鬼谷文化 中华文化道童 他的真实意 我反过来颠倒 把他的妙华 把他颠倒下来 这个道 这太极 现在呢 把他颠倒过来 转到上面是一片光明天 这个就是这个光明天 这个是世间 人间世间 这个就是一切万华 本文新圣教的华 就从过去到现在来五千年 一切的万华 成就一五六一五见错的妙华 所以现在我们重新 要把这个道 把它弘扬 所以这个是天上 人间 太极就变成这么在转这个华轮 过去五千年 零到五千来 皇帝的时候 文化转到这里来 到现在的当下 一片的漆黑 就是人世间这么多黑暗的事情 还了那么多 所以鬼谷文化中间就是鬼谷文化 王臣老祖 鬼谷文化 鬼谷子的心 这应了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正鬼谷子 这一点就是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就是这个天上的文化 天上的智慧 古至今用 这个法式非常非常的奥妙 那么我们现在 维信道章 已经是走到这个阶段来 回归到天心 天心 那我们要了解到天心的真实意 就是一之大道 一之大道 灰谷灰相本灰弦 灰偶灰五灰烈外灰鬼灰怪 更灰弦 所以鬼谷先师王臣老祖 导教赤航 就是要我们来传这个庙法 又要回到天上界的文化 天上界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要探讨 可能还要在三十年才能探讨得完 那么不管怎么样把握当下 就用于大格局 这是《易经》 这是风水 《易经》以风水融合为一 中间就是宗教 中间就是宗教 所以我们的维信道章 这是妙法满天下 妙法满世间的不绕法门 三维信道章 也是下面这个黑的整个的全部 也是成就光明的整个的全部 所以我们当下 我们维信道章 只完成了一半而已 15615 还有15615还要完成 合起来 那多少 15615 15615 3123131 31230 所以我们的维信道章 所以我们维信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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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满天下的 来讲不完的道 但是 对当下 我们美人的当下性 非常的重要 希望各位同修 好好来研究和修道 各位维信道章的成就 各位维信圣教一经大学六至十一届的贤士同修 维信道章的成就 是我们每个人维信贤士共同的成就 没有各位同修 你们进入中文来修道 来学道 我也不可能讲这么多 我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我的日子 有一次我就这么想 老主他来说 你若是不讲 你才是不轻松 你听得懂 你听得懂 我若是不讲 我才是不轻松 一定有更多的世间 家庭环绕会更多 家庭环绕会更多 有如我们闲事同修 有了我 欸 起来起来起来 到生活室来修行 哎呀 师父啊 我真没赢 我真没赢 有一天你就赢了 有一天就赢了 我说 哎呀 我疫情大学在盖 那时候我告诉你师兄 哎 同修啊 你来那边过疫情大学啊 好不 哎呀 师父啊 那很多的 还很荒凉 哦 我不要去啦 以后盖比较好再来 我说啊 你认为很荒凉 有一天你会去 大个荒凉的地方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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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荒凉吗 他也听不懂 他呢 他家住在高雄 是非常有钱的人嘛 他 哎呀 师父啊 这那么荒凉 他说 我很怕跪的呢 我说你很怕跪 有一天你就跪着跪了啦 你放心吗 哦 那 好了 一天大学 我们那时候教室 学院还没盖嘛 临时的 好 继续在盖咯 病来了啦 病来了不怕了 很辛苦啊 叫人 再来一天大学 要说师父 我要来顾这里好吗 我说 我说你要顾咯 好啦 这咯 工业区 较北边那里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那里顾啦 可以去那里顾啦 啊 那一个工房啊 工夫啊 哎呦 师父 那工夫很恐怖耶 那工夫很恐怖耶 我说你有一天也去那里顾了 回去过了两个多月走了啦 啊 给你儿子 留一个话说 我很好耶 叔父叫我去 一天大学 去那里顾 结果现在 我没得了啦 来生再来啦 我来生 不知道到时候也不知道啦 所以 老主要给我们平台是消业障啦 不是说爱人生啦 哎呦 我现在 我们已经 维新圣教到这个程度来啊 我钱也没有缺啦 我只缺什么 缺智慧而已啦 缺智慧而已 我相信各位 您也不是缺钱啦 您智慧 要再增加啦 还要再增长啦 所以我们在王产老主 今年做钱啦 我们好好修啦 太多太多太多的花啦 好 王产老主 就是把三主的文化 全部把它 归纳 好 这个漏斗 这是鬼谷 鬼谷文化 上面是三竹 那些人 你也没有 是一堆保护的 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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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 万华 一切华 很妙 如果你们冷静下来 你们才可以发现 哎呀老祖慈悲 15615的 箭的妙华 15615的箭 只有这一些 只有一半而已 还有31230 还有15615 15615 是阳 这里是15 615是阴 阴阳 合起来 31230 你看这个妙不妙 31230 3加3 加3 你去哪里 是不是酒 喝起来是酒 所以姑姑啊 阿弥陀佛 老祖 演化演绎 真的妙 所以我们未来 30年 若是师父还在 还有肉病 我们一定要将这一个 15615 祭司要把它谱传 要把它讲开来 这都是幸福的 幸福的万华 幸福的万华 这个也是幸福还是 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 这个幸福还有很多的烦恼 帅长的总委 一如 成就为信道账 真是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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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15615里面的 妙华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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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我一直勉励 我们儿童学艺经推广中心的 我们的同修原生法师 开发 下一代基础教育的妙华 遂本为心圣将 请注意哦 出生 零岁起 到这里成就 成佛 到往生 好 我们是幼年 幼儿 开始 到中间 少年 中年 老年 到成佛 到往生 所以我们从天上界 到下来 从开始 出生 一生开始 一直到 生活到未来 我们有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阶段 但是我们已经 把它分了六个阶段 所以幼儿 这个少年 中年 成年 到成年 到老年 到老年 分了六遥 六遥 这只是一支大道 的真产妙意 这只是台湾的兵 英国成功妙的生 你 我 把 损 好 我 各位微信闲事 同秀 一经太极图 非常非常的妙 光这一图 就有三一二三零 的一切万化都太极图 那么我们从出生开始 下摇到上摇到圆满 那我们整个的在这个六摇之间 在这里走一生 那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呢 多少的智慧呢 太多太多太多 说也说不完了啦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时刻 所发生的问题 都是我们的老师 有一次有一位学术界的教授 在审查我们维新圣教 易经 为什么是宗教 他提出的是算命的 命就是宗教 不然命你要怎么解 他说哪一个教授 把宗教讲出来给我听 什么叫宗教 我告诉你啊 一切万化都是宗教 天地立宗 这是天 这是天 地 人 天地立宗 圣神立教是为宗教 神一经六摇 神一经六摇 就不敢再来了啦 就不敢再来了啦 我他 你怎么不来啊 就是他对易经不懂 对宗教不懂 那么不懂你为什么接受教育部和内政部给你邀请你领我们的终点会呢 哎呀 哎呀你要懂得一切万化你真的跟我说 哪不你不用说 为什么 天地之间的事情 一切的幻化 想出来的 而形成的现象界都是易经的法则 曾经我们一位信徒 他也是算你科学人啊 科学人啊 他的爸爸八十几岁 他就来这里带着他的妈妈一起来求老祖 求老祖保佑他的儿子啊 有一个好的工作 让他做 我说为什么孩子不来求 因为我孩子不信 他的孩子才不信鬼 所以王产老祖俗称的名字叫做鬼谷子嘛 所以他就不信鬼啊 我说真的没有智慧啦 我说好了 你儿子回去啊 你跟他说 三年来 如果找到头了我输他了 三年来 你老爸爸呢 我老叔啊我八十岁了 我说我只有这儿好小而已呢 还没有智慧 我这三年我就要死了啦 我说老祖 叫他来 来跟老祖说 他很快就有工作 如果没有三年来没工作 他要不相信我 所以他就 他就 回去咯 跟他儿子讲 他儿子更生气的 说 为什么 神会诅咒我 说让我三年没有工作 这儿子 他不相信我 他一直要找工作 找到哪儿子 要找给老祖看啦 找工作 他是科学人啦 研究理工的啦 就科学人嘛 有一天 找找找找的 找到台北 好像是新店的地方 找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的老板呢 刚好是我们的信徒啊 那些信徒 他看到 我们信徒家里 有一张王产老子的像 他一看就 声问说 这个是科学人 他说 对啊 哦 那 贵的公司我没来啦 说贵的公司他不来啦 我们信徒师兄 小小啊 你真的心里有贵啊 你心里有贵 所以你才走贵啦 心里没有贵 你看到贵国主 你那个大神 那个神 你爱败啊 你就有贵啦 你如果没有 改变你的观念 你永远就没有贵啦 我们信徒师兄 这样说 好 回来 回来台中 把这个事情 跟他爸爸说啦 他爸爸说 快点 我带你来拜鬼 哦 来拜鬼拜罗多来 哦 要不然你因为我没有贵 叔父这样说啊 再嘟到这个 你的这个 老闆又这样说 你一定没有贵 他就 他说 过几天来 他就带他爸爸妈妈 再来 我们大雄宝殿家 那个名字叫大雄宝殿啊 来拜老祖啊 啊 他爸爸都要贵了一天一拜啦 那时候 他说我又被人问事嘛 人家问我事啦 他就站在那里 手这样 不以为然啦 哦 我说 哎 少年你看到鬼喔 你怎么没拜 你爸爸看到鬼喔 看给拜 你知道你爸爸在拜什么吗 你爸爸在求求说 让你这个 你的孩子快就有努力 哦 有工作 啊那个 少年啊 老师啊 我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我坐在法座上嘛 你下来 一定跟你讲好不好 好啊 下来啊 你什么话你讲 我说好奇怪喔 好恐怖喔 这个鬼喔 鬼谷主很厉害啊 把我逼到去新店 那间公司 我去吃头肉 我上海的 结果呢 他拜的也是这一尊 说王山老鼠啦 那老闆说的跟你说的一样 我说你喔 你跟老祖有很深的缘啦 你 好好 好好 重新 幻想念爸爸 妈妈 再跪着 求老祖 他 所求的是孩子 有工作可以做 能够发挥你的常财 这就是宗教的最高境界 所以你不要看到小头子 小头子 小小子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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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瞧不起他 你告诉他的信量有多大 你知道吗 孩子啊 在哪里 还是 如何 不认为少年人 跪下来 好好大哭啦 我要说你哭什么 我见到王山老祖啦 他笑我啊 笑我 我說我沒有貼貴啦 貼貼都貼貼的啦 我說對啊你獨家的 你不知道鬼谷主他有什麼資訊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好啦我知道了我懺悔啦 那接下去我再跟各位講 鬼谷主跟這位年輕人的一段姻緣 各位微信賢士 各位失望的善知識 釋迦牟尼佛他講一句話 他說當你還沒大錯大悟以前 你不要去批評他人的是與非 這句話一直牢牢在我 然後還在我心田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故宮廟 然後阿婆他們跪著在拜的 在求的都有他的姻緣 所以這一位年輕人 跪下來好好大呼 他講了一句話說 原來我是這麼渺小啊 我都是逃不過王產老祖掌中八卦 王產老祖手中提的哪八卦 逃不過長中八卦 他才將他去上班要找工作 那一位老闆講的話 講給我聽 我說你知道就好 現在你找到職業了 那一位老闆 他也跟你一樣耶 他經營事業 他從南部到他走路走到台北的啦 在幾年前 他失業失敗了 一副驕傲的心態 來到宣服室 目中無人 以為自己很厲害 沒有人啊 老闆 年輕人啊 失敗的人 沒有主意 說心有了沒有了 我講這句話 不是對他講 對信徒在問事我講 他聽到這句話 然後一早回去了 一早回去了 從台北去了 去紅車 紅車呢 然後再自己出來闖夜 所以這位老闆呢 之後就常常來千佛寺 來這裡拜老祖 把老祖的像 那一張像拿回去拜 老祖那一張聖像 掌東八卦會發光那一尊 那個聖像 所以 我們這位信徒 剛好就碰到他 這個老闆失業做了很成功 他就跟作為年輕人講 能否作為神給人拜的 一定有祂的天威 有祂的德恨 才能作神給人拜 如果沒有 你去做話怎麼會說 不然我們跟我們作神龍拜 不可能也怕拜過 怕拜過了 禮拜天 禮拜天 所以這位年輕人講了心酸話 我說鬼谷子的智慧 叫做妙至聖 空中妙有 有時候你研究到 現在你所讀的理工 雖然是台灣大學的理工科的高材生 你畢業了 你不懂的還很多耶 不要以為你懂的很多耶 不然你當下 你講一講 你有什麼特別的智慧給我聽 特別的專才給我聽 所以這個孩子呢 二三十歲嘛 他說很抱歉 我確實我發現我很渺小 人一喊到自己渺小 就四五旗內 那麼你有了 大五旗外 我跟他講喔 我跟他講喔 以上啊 您處境 那張旗外你把它錯掉啦 處境屋前 我跟他講 一言 開車啦 那張旗外你講出一言 开车 你出你的脑子吐掉了 这叫做宗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才吐掉了 所以你百事不是 门对出去 对着要去 但是公交的人你不能砍 那你怎么办 你又不能叫他 开虎闻 也不能叫他开虎闻 你开虎闻出去 后面要 虎现早 阿弥 开虎闻 虽然这样 你开虎闻 你赚钱赚 才守不住 那么 年轻人说 老师 我来把 不会让它拨去 我来千战公团 迫害公务 你 这也不对 你怎么办 你不是不信老祖吗 你都干吗 你用你的 你功德如何破解 你永遠就沒損失就對了 所以老那個人 兩個母 很無奈 我明明知道這個是不好 但是我就不能把它砍 所以怎麼辦 這就是要解 要有改 那你就 往你回去 你把那個做 彩球那樣 你把它砍一支 三個百來嘛 你把彩球 彩球漂亮漂亮這樣 那就好了嘛 出門 建 出門 建財 出門 建財 彩球嘛 建財 這樣就好了嘛 好 阿公啊 老叔 老爺就說 是這樣說 沒辦法直接說 他就回到一隻 去那 用紅色彩 蓋來蓋來 蓋來 蓋著彩球漂亮漂亮這樣嘛 第三天 那個老闆卡在那裡說 小年來上班呢 來上班 那麼年輕人 他就說 若是老主力有準 你幫我忙 我一定第一個月薪水 我要拿來布施啦 結果我賺了三萬五啦 很開心 適用三個月嘛 接著啊 廟花滿天下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若是你們以後碰到 有人就能處理了 你不要叫人家錯雕啦 順得再生啊 你要結 你要結 所以 叫做出門見財 見財就是見財嘛 見財嘛 出門見財 有趣嗎 所以老主傳很多廟花 各位維新顯示 各位失望三知識 王產老主傳的廟花 多得不得了啊 所以在前幾天 十月四號 我到著陸 山主堂 去追根溯源 要把維新聖教 新興宗教 以中華文化 山主文化貫穿 把它結起來 把我們的道 宗教 你當下 最有萬教齊花 所有道教 佛教 儒家思想 儒教 從兩千五百年前到現在來才有宗教 兩千五百年前到皇帝時候 三祖石 是一片樹空白 所以我去追根溯源 去把這個三祖文化 和維新聖教的教義 宗教官把它接起來 世上老早就已經接起來了啦 世上老早就已經接起來了啦 我帶了 鄭州大學 宗教研究所 蔣座教授 李鴻茂教授 一起到著陸去 去了我們三天 前後四天 原來有一些聖教是新興宗教 台灣的老宗教 怕我們新興宗教起來影響他們的生意 都有寒打的過去嘛 李教授 非常明智地 了解到新興宗教有它存在的意義 好 也了解到為什麼維新聖教 在台灣新興宗教這麼蓬勃發展 那麼多人 信眾 作為依歸 一定有存在的 不可說的歷史 價值觀啦 所以經過四天 我去 著陸 做四天禮 李教授咧 他了解到維新聖教 很多不可不可思議的妙華 所以回來是告訴我說 他要把維新聖教 這麼多的妙華 一定要藉由他學術 學者的立場 來把維新聖教 這麼多的教義 妙華 把它整理出來 留給後人 我跟他說 我已經都留著後人那麼多了啦 我歡迎各位借你們來學習 來研究 一個新興宗教能立起來 是有它存在的家族觀 有他的天意和天命 所以我們各位賢師同學們 你們要有信心啊 我33年來咯 從五道遊 空東廟遊 一步一腳印 你們外界不懂的 看到維新聖教到處都有 以為是幾千年了啦 尤其在仙活室 這個我們的松樹 當時民國78年買了這塊地 開始 6月1號開始動途到現在 因為新的宗教很年輕 雖然妙華眾生沒有辦法來信心啊 我就跟老主 常常的老主啊拜託啊 我們維新聖教啊 仙活室很年輕耶 小孩子拜託你喔 把這個松樹讓它長快一點啦 拜託拜託啦 結果 民國八十二年 八十一年 我種的松樹這麼小 小小的 現在報不過了 很多旅行業的小姐啊 她來這裡看到松樹 你看這間翁山路做廟 兩百六十年啦 最大層啦 你看 台灣最大層的雙子 這麼大層在這裡 都在生活室啦 這兩百六十年啦 哇 在天壇中 我就一次出來聽 少年啊 旅遊先生跟小姐一直介紹 搞一張啊 我講 欸 你不要亂改的 我的生活室很年輕耶 我翁山路做這兩千四百多年而已 蛤 這 仙路師兩千四百多年喔 有多少年啊 喔 我怎麼想呢 五十年才這樣而已 我才多少要多少年 她說 蛤 喔 這想叫六百年啦 想叫六百年 滑 一賣來 不是多少年的問題 宇宙虛空本來就有了嘛 所以我們隨自同修 不要隨便推到 我們有那麼多的書 網路你們進入去學 喔 那 我們那麼多的妙華 經得起考驗和實證的喔 那麼樹女要怎麼樣才能種得那麼快 我們的松樹 松樹想握大井啊 為什麼那麼大 嘿 有一次有一位先生 來問了 欸 師傅啊 你那些雄學呢 問他 能夠那麼大 問我來的話 幫他抱抱 抱抱 他的事就長很大 那我回家的事可以抱嗎 他說我家的事 那麼小 抱不要再抱 就地靈人節 就風水保地 不要破壞風水 他的空氣 自然的調和 樹 是跟著我們的善戀 所以 很多信眾大德來到全國室 都很慈悲 善戀很喜歡的樹 樹它也有靈性耶 喔 既然有靈性喔 我們 大家有善性 慈悲心 的時候 包括樹 他也懂得 大概相互都成長 所以王山老祖開宿 我們廟花滿世間 你處處都有廟花 只是你懂也不懂而已啊 所以這個叫做殘疾山 殘疾山上出租山 都是風水保地 所以一間風水加上宗教 三保融合為一 那真是普利於天下 所以廟花滿世間啊 那麼今天這一節就到這裡 一個段落 祝福各位 謝謝